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感情的主题可以聊得很广很细 那每个不同面向我都有很多想分享的个人观点 我想之后应该会有很多机会可以细聊 那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和大家在podcast聊这个主题 所以这次我就先聊聊我自己的感情经历 还有这一路我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情商 以及我如何透过一段一段的感情 慢慢找到对的适合自己的人 还有我在每段感情中所学习到与改变感情观的过程 在聊感情之前呢 我想先大概聊一聊我的过去 我从小就是一个还蛮依赖妈妈的小孩 有妈妈在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感觉很安心 但是在我大概十二三岁左右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感情不合而分开了 在妈妈离开后 我大概窝在被子里哭了一两年吧 我每天睡前想到隔天早上 吃不到妈妈做的早餐了我就哭 洗澡前脱衣服的时候想到 妈妈再也不会帮我把衣服洗好折好 烫好我也哭 下课回家的路上 想到等一下吃不到妈妈做的晚餐了 我也一路忍着哭 只想赶快回到我的被窝里 继续哭 就这样 我天天哭 哭了一两年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真的哭够了 当时我姐对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 不要可怜自己 世界上比我们更可怜的人多的是呢 这句话让我决定不要再哭了 人生还很长 我要独立坚强才可以 再这样哭下去的话 难道我要哭一辈子吗 那是我13 15岁左右所体会的道理 但其实我心里知道 我还是一个很依赖人疼爱与陪伴的小女孩 在我16岁的时候 我遇到了我第一个男朋友 她是学校的学长 她非常非常的照顾我 午餐会买饭给我吃 下课后会陪我逛街 快考试了会陪我念书 周末会找好看的电影带我去看 在那段日子 是我在父母离异后 最感到活着与快乐的一段时光 但是我心中那个依赖 想要被爱被照顾的小女孩 在遇到了男友之后变得很放肆 就像是被压抑太久后 突然被释放的感觉 我变得很任性又强 情绪化 生闷气 幼稚的我总觉得 对方应该要能够理解我的全部 了解我的全部 那这个男友 他真的很爱我 很照顾我 也很欣赏我的优点 也很包容我的缺点 但是在我们交往第三年的时候 我发现他背叛了我 故事大致上是他在某一个暑假 脚踏两条传了另外一个女生 那他们在交往了两个月之后 他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而就跟那个女生分手了 而我居然是在他们分手后 才因为朋友爆料而发现这件事情的 整个非常的厚知厚觉 但是这件事我想就 七秒淡写不再多加细数了 因为在我想通了之后 我并不全然的责怪他 反倒像是被当头棒喝 被打醒了一般 惊觉我才一直是破坏感情的那一个人 当然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痛苦 痛苦到让我短短三天就瘦了五公斤 在那短短一个月之内 我真的是像行尸走肉一样的过生活 分不清日夜的哭泣 然后那个感觉就像是觉得我的 依赖支柱垮了一样的一般痛苦 后来我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去疗愈以及想通这一切 感情是互相的 感觉是双方面都有责任的 当然道德底线是这个社会 给我们的基本规范 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个规范 所谓出轨啊劈腿背叛 说到底也就是我们对彼此的感觉 已经不够完美 不够平衡了 严重失衡到会让另一个人 去做违反道德的行为 我想我也有责任 当然我并不是在为劈腿的人说话啦 劈腿啊背叛绝对是错误的行为 但在这里我想通的是 也许每个人都有感情的课题要面对 我前男友应该要面对的 是为坦诚自己的感觉负责 因为他不敢负责 不敢做选择 所以做出了背叛我 脚踏两条船的这件错误 而我该学习的课题 则是我不该单方面的认为 对方疼爱我 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 他爱我 但同时也爱得很有压力 所以感觉不对了 在这之中 我认为这段感情中 我没有办法百分百的不留遗憾 如果可以重来 我还有很多想改进的地方 基于这个理由 我原谅了他 并且愿意和他重新开始 当时有很多的朋友都骂我傻笨啊 男人会背叛一次 就会背叛你第二次第三次 当然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的我 内心也是充满着各种不安 但我当时非常坚信 我是为了给自己 学会好好爱的机会而原谅他 而不是因为他爱他而选择原谅 毕竟小时候就经历父母离异的我 我想我根本都还不懂 到底什么是爱 后来我们继续交往了三四年之久 我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 一起成长 一起面对很多难关 一起拥有很多平淡快乐的回忆 当然过程中呢 也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信任他就像一张纸一样 一旦被撕破了 就算补回来 裂痕也是依旧存在 我无法无视那些裂痕 而他也尽力的想要让我信任 我们在谁欠谁啊 谁原谅谁 怎么走下去的这些想法 反反复复的拉扯与磨合 直到我大学毕业 考上研究所后的一个暑假 我因为朋友认识了一群新朋友 这群新朋友他们 活力四射对人生充满目标 也很懂得玩乐 在认识他们之前 我总是关在家或是图书馆念书 假日就是和男友一起看电影 或是继续专心的读书 过去七年的生活非常简单 甚至可以说是单调又单纯 在我认识了这群朋友之后 我才开始体验到另一个阶段的人生 我开始尝试party 然后享受交朋友的乐趣 这是过去封闭 依赖在男友身边的 我没有体验过的体验 那当时有一个男生 他很积极的在追我 而单纯的我并不懂了什么是暧昧 反正我很相信我自己不会背叛男友 然后也很清楚男友一定很信任我 就觉得传传简讯真的没有什么 其中也没有所谓暧昧的文字 顶多就是对方问我在干嘛 我就回答我在干嘛的程度而已 但我男友当时就发现 我和那个男生传了简讯 他简直是气炸了 因为平常我都没有交什么朋友嘛 然后我又非常依赖他 我居然会开始跟 他不认识男生传简讯了 他当时真的是气到直接说 他要跟我分手 当他提出分手的时候 我非常认真的又被再打醒了一次 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冷战了一周吧 这一周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到劈过腿的他我都原谅了 而现在我只是传一个没有什么内容的简讯 你就要跟我分手了 那我们的感情到底算什么呢 经过了我的思考 我决定分手 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很不对 当时的我对于 他对我的感情如此脆弱 感到非常震惊 如果说我们的感情对你来说 可以因为别人的一个简讯就切断 那么过去那么努力的反省 改变 重新给彼此机会的我又算什么呢 我这时候才警觉 我们的感情观还有承诺度差别太大了 如果说劈腿后的原谅是为了让我学习如何去爱 那现在的冷战 可能是为了让我学习放手吧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想通了之后 我真的对这个前男友没有什么感觉了 本来应该在他劈腿时候就出现的死心的感觉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 和交往了七年多的第一个男友分手了 这一次的分手真的很心痛 毕竟七八年的感情与习惯很难说断就断 当时只要听到 我们交往七年之间所听过的歌我会哭 走过同样的街景会哭 看了一起看过的电影会哭 但是虽然痛 我却知道这些都是习惯罢了 因为我想了好几遍 如果要复合 要我再和他继续的话 我真的觉得已经没有那种爱和心动的感觉了 这应该就是一种缘分已尽的感觉吧 后来这个传简讯的男生他非常积极的追我 分手后我脆弱的就像父母离婚的时候的我一样 心里空荡荡的 不知道要怎么被填满 所以我后来没过几个月就和这个男生交往了 但是交往期间有好几次 我都发现我真的不喜欢他 他的个性我不喜欢 他的样貌也不吸引我 他的很多行为我都看不惯 但我真的很需要人陪 空荡荡的心很需要被填满 这是自从父母离婚后的八年来 第一次单身没有人陪的状态 所以我天真的以为 这个男友对我很好 只要我能忘掉前男友 我应该就能够喜欢上这个人吧 然而我试了一年多 试得很痛苦 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甚至好几次还看清了这个男生的自卑与自大 发现了好几次 他是为了向朋友炫耀而跟我交往 最后我们也是不欢而散 但我也必须谢谢他 他确实在我为上一段情商所苦的时候 陪伴了我 不论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或是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真的照顾过我 陪伴过我 也教会了我另一个课题 不适合的人 再怎么勉强都不会适合 也因为这段辛苦 强迫自己去爱一个不喜欢的人 让我能更感激前男友 更释怀前男友 我想下一个男友会更适合我 后来在我来美国念书之前 我交了第三个男友 这个男友的个性跟前面两个差别很大 他没有很积极的追我 也没有特别疼我 他的话不多 平时也不太会安排约会啊 或任何浪漫的事情 但我总觉得 在他身边感到很安心 很平静 但是命运却对我们有不同的安排 交往没多久 我就来到美国念书 开始了远距离的恋爱 交往过程中 他也有来美国找我几个月的时间 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 很快乐 但是对未来终究没有共同的目标 最后他还是只能回台湾 继续我们的远距离恋情 曾经被背叛过的我 其实还在努力学习着信任 远距离真的是很考验信任的环境 不仅分隔两地 我们更有时差的距离 常常我一起床他就要睡了 或是我熬夜好不容易等到他起床可以聊聊天 他却说他要去忙了 我们的交集越来越少 后来也有发现过他告诉我他要睡了 实际上他却和朋友去bar喝酒 这种感觉真的是让远在美国的我感到非常的挫折 当然后来也是以分手收场 在这段感情中 我有很多与自己独处的时间 这些独处的时间里 我常常会思考 感情对我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是怎么样的需要 毕竟他不在我身边 那我还需要爱情吗 但我又觉得我好像很需要 因为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 我总觉得心里那个空荡荡的感觉会出现 那个空荡荡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没有答案 但是这个远距离恋爱 教会了我独立 来美国之后什么都要靠自己 我跨出了很多步 以前总是要有男朋友陪我 我才觉得自己有办法办事的我 现在哪有不在身边 我才发现我好像也都办得到耶 有些人听了可能会觉得我很夸张 但我以前真的是连自己逛街都会感到不自在的那种怪人 在和这个男友分手之后 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 遇见他的时候我26岁 他21岁 虽然他小我5岁 但是我们在认识的过程中 我并不觉得他年纪比我小 常常我聊的很多观点他都能够体会 也能客观中立的和我讨论一些我困惑的想法 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不像其他的前男友一样 有的只会顾着哄我 买东西给我吃 或是根本就没有发现我心情不好 现在的老公会帮我一起找到我心情不好的原因 帮助我跳脱并且去解决问题 尤其是当我心情不好脾气不好的时候 他总是可以用他了解我理解我的方式 让我回到那个我喜欢的自己 和老公交往结婚到现在已经快8年了 我很感激有他陪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成长 当然这之中也有非常多的摩擦 低潮与争执 分手啊离婚啊 也不知道考虑过几百万遍了 但是一起携手走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从互相了解 互相磨合 走到了现在互相支持的阶段了 这段路不容易 回首看自己过去十几年从不同的感情中 历练与成长 更觉得现在能有一个互相支持与成长的伴侣 在我身边是多么的幸运与珍贵 所以我想要来分享现在的我对感情观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在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之前 势必会有一些坎坷的情观要走 走过情观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谁都想要一辈子幸福快乐 谁都不想要在爱中受伤 但是如果没有受伤 没有省思 没有体悟 你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你呢 所以我认为度过情商最好的方式 就是努力的去思考这个情观能教会你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 受伤是了解自己的过程 是疗愈自己的机会 在走出情商的好几段时间 我看过很多跟心理学相关的书 理解到在大部分的时候 小时候的原生家庭会对我们未来在感情中的信念 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边我想推荐大家几本书 第一本是 童年情感忽视 为何我们总是渴望亲密 却又难以承受 另一本书是 做自己最好的陪伴 以及另外一本书 疗愈从感受情绪开始 这几本书都能够帮助你 用心地参与你每一个童年阶段和过程 让你成长过程中 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 是值得被爱 被信任的 那么在成长为成人之后 我们在感情上受挫的机会会小很多 当然在这边我也不是想要教你去埋怨自己的父母 怎么没有给你更棒的家庭教育 让你在感情方面能够更幸福地去面对所有感情问题 在自己成为了父母之后 我想要你能够体会与谅解 我们的父母 他们也是各自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 他们也有自己的课题需要面对 而我们的原生家庭就像是一种原罪的概念吧 这是当我们被生下来 我们就必须要面临的课题 这就是一个命运 而我们在原生家庭受的伤 影响的人格及对感情的信念 是决定我们未来感情幸不幸福的关键 如果无法从中学习 打断并且改变自己 那么一样的课题将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 我是很相信缘分的 你相信吗 在茫茫人海之中 为何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在你生命中吸引到你的那一个人 我认为就是因为你们彼此有一些 互相吸引到对方的特质 不论这个特质是好是坏 宇宙让你们相遇结合 而这个结合或许就是让你了解自己 疗愈自己的起点 当你开始从感情中学习 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进而挖掘疗愈自己的过去 找出情绪的根源 你才有办法辨别另一半 适不适合你 回头看 十几岁的我因为父母离异 转而依赖了男友 后来被逼腿了 才惊觉自己太过依赖 也看清了这个男友 当时有不敢面对自己的感受 不敢为选择负责的特质 而我在学会不依赖之后 才发现彼此不适合的地方很多 心动的成分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多 这种感觉好像是一种 要把一些在原生家庭 在我性格中作祟的情绪抽掉之后 我才能发现自己对另一半 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是习惯 是依赖 是爱 还是只是需要人陪伴罢了 这几段感情 让我学习到 不要在需要人陪的时候 陷入一段感情 因为付出爱 绝对比单方面接受爱 还要幸福多了 这段时间也让我学习到了感情独立 让我发现感情 应该是一个人可以很好 再加上一个人可以更好 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 能包容彼此的缺点 加成彼此的优点 对彼此都很重视承诺 彼此不适合的地方 都能够找到平衡点 这样的伴领 才值得互相陪伴 而不是两个不了解自己 不爱自己的人 互相在彼此身上 索取爱 或是互相埋怨 互相伤害 经过了这几段感情 我知道我需要一个愿意聆听我 愿意理解我 也能与我分享沟通的另一半 我也知道我另一半的灵魂 特质 要能够让我有心动的感觉 要能够让我有想为它付出的感觉 否则不论它的外表 或是它的身高啊 学历啊 其他的条件 有多符合我的设定 它的灵魂让我无感 也是培养不出爱情的 也因为我了解自己 在原生家庭所受过的伤 所以我也清楚知道 有一个重承诺 重视家庭完整观念的另一半 才不会让我再度受伤 我更清楚知道 经历过被劈腿 及重建信心的痛苦 找一个能够对彼此 百分之百信任的另一半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题外话 我和老公的手机密码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不会没事 就去查看彼此的手机 我们只有在需要 使用对方手机的时候 我们会互相告知一声 因为我们是打从心里 真正相信彼此的 所以我觉得 在确定另一半 是不是对的人之前 你要先确定 你够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为择偶条件 设限的原因 了解自己对 金钱观 价值观 道德观的看法 了解自己 对感情的感觉 以及背后情绪的原因 这可能可以从你的原生 家庭来探索 在全面了解了自己之后 也能够渐渐 越来越清楚 怎么样的人适合你 当然 我们不会在第一次 交男朋友之前 就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 有时候 爱上一个人 就是一种 控制不住的感觉 对吧 大部分的人 都会有一些 遇到不对的人的 情商经验 不过 我更愿意 把这个缘分 看作一份宇宙 安排给我了解自己 疗愈自己的机会 因为我们与他人 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兴趣 对事物不同的理解 都是帮助我们 更了解自己的契机 面对不同的个体与灵魂 我们才有办法挖掘 自己与他人 想法与观念上的差异 才有办法学习 与面对自己 才能开启 疗愈自己的路 最后 我想送你一句话 人需要伴侣 不应该是因为 单纯的需要 而是这个人 能不能和我一起 体验生命的美好 一起变好 一起成长 如果只是需要人陪伴 那么情商 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课题会永远存在 直到你面对 与疗愈自己为止 做自己最好的陪伴 真正的了解自己 才能够找到和你一起变好 与成长的另一半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 Walk With Me 陪我散步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